正知凤姐和贾母 王夫人商议 不如以后大嫂子 带姑娘们进园子里吃饭 也是一样的 等天长暖和了 再来回地跑也不妨 这也是好主意 刮风下雪也便宜 吃些东西 受了冷气也不好 空心走来一肚子冷风 压上些东西也不好 不如后园门里头的 五间大房子 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 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 单给她姊妹们弄饭 新鲜菜书是有奋力的 在总管房里知去 或要钱或要东西 那些野鸡 张袍 各样东西 分析给他们就是了 我也正想着呢 就怕又添一个厨房 多适些 并不多适 但是一样的奋力 这里添了 那里就减了 即便是多废些事 小姑娘们冷风肃气的 别人还可 第一 凌妹妹如何经得住 就连保兄弟也经不住 何况中美姑娘呢 正是这话了 上次我要说这话 我见你们大事太多了 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 你们固然不敢抱怨 未免想着我 只顾唐这些小孙子 孙女们 就不体贴你们这些当家人了 你既这么说出来 更好了 大太太来了 好 给老太太请安 给老祖宗请安 坐吧 宝玉因记挂着 秦文习人的事 便先回园里来 到屋中药香满屋 一人不见 只见秦文毒我于炕上 脸面烧得飞红 可 还烧着呢 别人去也就罢了 这摄曰和秋文也这么无情 都各自去了吧 秋文是我撵他出去吃饭的 摄曰是方才平儿找他出去的 两个人贵过了 鬼祟祟的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必是说我生病了 不出去 平儿不是那样的人 况且他并不知你病来瞧你 想来一定是来找说月说话 偶然见你病了 怕在屋子里闹得你不得休息 你们素日又好 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 伤了何气啊 话是如此 只是不知 他为什么忽然瞒起我了 你也不用悬心 我从那后门出去 到那窗根底下 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回来告诉你 那日洗手师不见了 二奶奶就不许吵嚷 出了原则 即刻就吩咐园里各处的妈妈们 小心查访 再不了定是你们这里的 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 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 拿着这只镯子 说是小丫头子坠儿投起来的 被她看见 来回二奶奶的 啊 噓 我赶忙借了镯子 想了一想 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 争胜要强的 偏是她这样 偏是她的人打嘴 所以我倒忙叮叮送妈 千万别告诉宝玉 只到没有这事 也别和一个人提起 第二件 老太太太太听了也生气 三则 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 姐姐这样 我们莫不感激的 所以 我只回二奶奶 只说 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 谁知镯子退了口 丢在草根底下 雪深了 没看见 今儿雪花近了 黄灯灯地印着日头 还在那里呢 我就捡了起来 二奶奶也就信了 所以我来告诉你们 以后防着她些 别使唤她就别出去了 等席人回来 你们商议着 变个法子 打发她出去就完了 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 怎么这么眼皮子浅 哎 你也先别告诉别人 秦文那蹄子是快爆炭 她要是知道了 她是忍不住的 一时气了 或打或骂 依旧饶出来不好 所以 我只告诉你 留心就是了 是 宝玉听了 又喜又气又叹 喜的是 平儿竟能体贴自己 气的是坠儿小妾 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灵力人 做出这丑事来 婴儿回至房中 把平儿之话 一长一短告诉了秦人 她说你是个要强的 如今病者 听了这话越发要天兵 秦文听了果然气得 峨眉倒醋 凤眼圆争 只认为你容易动怒 快又在病中 才不告诉你的 你且把那个小蹄子 给我叫过来 你又管这蹄子事做什么 你这密函 岂不辜负了平儿 对你我之心了 不如领她这个情 过后再打发就完了 话虽如此 只是这口气如何咽下 哎呀 什么气不气的 你只好好养命就是了 啊 虽这样 但我明儿好了 定饶不了那个小娼妇 人 睡觉 直晚间 秦文又服了两回药 来了来了 虽有些汗 但未见药效 又发起烧来 快点啊 头疼鼻色 病更加重了 正是 月姓人用西洋药制一制 只怕就好了 你去二奶奶那药去 就说我说了 姐姐那儿 常有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 叫做伊芙娜 找寻点 快休息 走了气就不好了 了不得 好爽快 快拿些纸来给我 哎 哎 如何啊 果真痛快了些 真是太阳还疼 摄月去了半日 果然拿了半截来 并去找了一块牛皮纸脚 搅了两块纸顶大的元氏 将那药烤盒了 用簪挺摊上 病得蓬头鬼样 如今贴了这个 都俏皮了 呸 哦 对了 二奶奶说了 后日是救老爷的生日 太太说了 叫你也去呢 后穿什么衣裳 明晚上打点旗背了 省得后早起飞手 什么顺手就是什么吧 一年闹生日 也闹不清 您且养着 我出去逛逛 啊 宝玉忙了一日 自觉憋闷 静似出了院门 呼见宝琴的小丫鬟小婆婆 说他们的两个姑娘 都在林姑娘房里呢 宝玉听了 便也往肖香馆来 那我这个丫鬟就这样 松手拿到针 松手就让你插 又来了一个 可没了你的做处了 我这些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啊 我呀迟来了一步 我呀迟来了一步 宝哥哥来了 宝哥哥好 好一幅东归极限图啊 子军 让二爷坐在我那张 绘书以搭字的椅子上 知道了 好花啊 这屋子越发暖 这花香的就越清醒 这花儿昨日怎么没见啊 这个是你家大总管 赖大婶子送薛儿姑娘的 两盆辣梅 两盆水仙 她送了我一盆水仙 送了娇丫头一盆辣梅 我原不想要的 又恐辜负了她的心 你若要 我转送你如何 我屋里呀也有两盆 只是不仅你这个 秦妹妹送你的 你又转送人 这个断食不得 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 竟是药陪着呢 那里还搁得住花香来寻 越发弱了 况且 我这一屋子的药香味 凡把这花香给搅坏了 不如你把它抬了去 这花也清静了 没在会儿来搅它 我屋里也有病人间药呢 芝芝你怎么知道的 这花可奇了 我原是无心的话 谁知你屋里的事 你不早来听说古迹 这回子来了自惊自怪的 宝哥哥 你屋里谁病了 哦 是秦文 请大夫瞧了吗 看过了 只是总不见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席人到底多次晚回来 自然得等送了病之后 才回来呢 席人他也怪可怜的 都走了这么久了 如今夜越发长了 你这一夜咳嗽几遍 醒几次啊 昨儿夜离好了 只送了两遍 却只睡了四斤一个斤次 好奇了 就再不能睡了 别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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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你又不知道 再后来你又不知道 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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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玉回来 看秦文吃了药 这天晚上 宝玉便不命秦文挪出暖阁来 自己便在秦文外边 又命将熏龙抬至暖阁前 摄月便在熏龙上 一宿无画 这天门牌白得太晚了 你赢钱了吧 没赢几个子 都让他赢走 还玩吗 还算了 摄月 摄月 你该醒了 都这回来了 还没起呢 怎么回事呢 你叫人去给他准备茶水吧 我来叫醒他 丫头们现在又学也懒了 看也是 咱们叫起来来穿好衣裳 抬过这火箱去 再叫他们进来 老嬷嬷已经说过 不让他在这屋里 怕过了病气 如今看见咱们挤在这一处 又该唠叨了 你又起来做什么 有他们就够了呀 昨儿歇了一夜了 觉得好了些 也不能总躺着 你也起来吧 白面阴阴的 恐怕有血 穿那套粘的吧 你起在床上躺着 再别吓地乱跑 看又着了疯 你记得吃药 这药膏子 再打扶人去二奶奶那儿取 好 好 快去吧 小祖宗 舍月 服侍二爷梳洗 进来吧 你 上那边干去 你 上那边 好 站着做什么 还不坐你们的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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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